欢迎回来 种种迹象检视 我国有望重登亚洲之虎的地位 没错 第二财长拿督斯里阿米尔·韩扎指出 受到我国令人鼓舞的经济数据带动 加上分析师和评级机构 陆续看好我国的未来经济表现 详细大马要重拾亚洲四小虎的地位 并非梦想 阿米尔·韩扎说 他最近到新加坡工作访问 会见了许多金融分析师和评级机构 他们都认为说 我国经济已经回到正轨了 阿米尔指出 团结政府执政的这21个月内 成功将我国从之前政权更迭 和疫情的乱局当中恢复稳定 他坦言 去年政府的总营运开支为 3110亿令吉 扣除补贴公务员薪酬和其他义务 政府只有大约2%到3%的财政空间 可以灵活运用 加上还有1.5兆令吉的巨额国债要承担 政府不得不采取艰难 但是却是正确的决定 如合理化柴油津贴和电费补贴 为经济增长创造更多的财政空间 第二财长也表示 财政部正在收集反馈 以筹备2025年财政预算案 他也欢迎民众到财政部的官网 分享意见 财政局正在收集反馈 和财政方面的财政 决定主要财政 因为财政